《心》 我们都是讲的心 在一向一来呢 都是在讨论中有没有心 心是什么东西 在哪个地方 我两个人是不同的层次 对于心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两个人对答的时候 常常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一个说没有一个说有 这都是来帮助我们 从凡夫的角度来体验佛的境界 那佛的境界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的 真正的体验到 只能够从理论上面去了解 那么上一次所讲的呢 释迦牟尼佛说 不是没有心 但是呢 佛说的心 就是众生呢 以及诸佛是共同的 而我男所见的心 而我男所见的心呢 这是凡夫的妄想 而不是根本的自主 而不是根本的复兴 而不是根本的复兴 或智慧心 因此 因此 对 对答 或 请问 一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我是 讲经呢 既把夫的境界呢 向诸位介绍 也把恶兰的程度呢 也向诸位介绍 今天呢 我们讲下边一段 即使恶兰欲诸大众 慕然自恕 为什么恶兰征者呢 跟大众啊 听了佛说了 要 罚之后啊 默然自恃 这是因为 无言一对啊 不知道佛讲的是什么 听不懂 佛就是佛 佛的境界 不是凡夫所能听懂的 也不是呢 小圣的 这个圣者能够理解的 所以呢 听了以后听不懂 那我们诸位 听懂了没有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呢 听懂一些的 因为 比较能够掌握住啊 比较能够掌握住啊 它的重心 所以是每次听完经语以后呢 总能够得到一些讯息 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还不至于啊 听了以后 雅客无言 好像是突然间 若有所事 没有啊 让自己得到什么东西 这是呢 因为我们在讲经呢 来分析说明 当时佛与沃南对话的 用意是什么 可是 在《能源经》里面 表达的这种情形呢 沃南中的并不知道 佛为什么要这样子的 这个表达 我们是旁观在清呢 而且已经知道的 全部的经典的 前后的关系 所以呢 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现在我们在看呢 往下 佛与沃南 世间 一起诸修学人 现前呢 谁曾九次地定 不得露尽 成无罗汉 皆由啊 这次 生是幻想 无为真实 事故如今呢 谁的多闻 不成圣果 这一段呢 我先解释几个名词啊 第一个名词 叫做 修学的人 第二个名词 九次地定 第三个名词叫做露尽 第四个名词呢 叫多闻 第五个名词 叫圣果 我把这几个名词解释一下 修学的意思 修学的意思 在修行佛法的人 学习佛法的人 对小圣来讲的话 初谷二谷到三谷啊 多次叫做 有学 有修有学的人 一直到了 第四五罗汉果 叫做 无修无学 就是 已经解脱了 那么对大圣的佛法 而言就是菩萨来讲 所以大圣的菩萨 是啊 在七地以前 在初地菩萨到七地 已经是圣人的位置 还是叫做有学 到了第八地以上呢 叫做无学 那初地以上已经是圣人 好像是小圣的三国圣人 虽然还是有学 但是已经叫做圣人 因为已经确定了 他们 他们 会 在多少时间之后 聊生死 正泥盘 因此呢叫做 这个 有学 无学呢 已经学完了 生死已经了了 那我再讲一次啊 小圣 是初二三国 叫做 有修有学的人 大圣 在七地菩萨为止啊 全部都叫做有修有学的人 到了八地以上呢 叫做无修无学 有修有学呢 他还是啊 继续要努力 希望要完成 但是到了无修无学呢 但是到了无修无学呢 他自然而然呢 在运作 不需要 像我们呢 要忏悔了 要法愿了 要啊 修种种的说 戒啊 定啊 会 到了无修无学的人呢 他们就是自然的 就是在广度众生 就是在三五楼学界定会 的修持之中 嗯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 一种物理学上的 定律来说呢 无学啊 有点像什么 就是车子发动以后啊 他自然而然他会 会开了 不需要再加油 不加油也会往前开 有修有学的人呢 他必须啊 随时加油 随时加油 我们这个车子 世界上大概还没有这样的车啊 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车 但是呢 这个物理上面呢 听说 横着 这动着横动 近着横近 有这么一条定律 这是惯性定律 那就是啊 大概是叫做无学无学吧 可是世界上还没有啊 真正的 动永远是动 一直动下去啊 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往下看呢 什么叫九次地定 这个是由禅定的总力 层次等级 禅定呢 有凡夫的外道 有凡夫和外道 俗修的禅定 以及呢 佛教的圣人 所得的禅定 它有共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为共同的呢 就是世间 活出世间呢 共同的基础 是一样的 那在印度 世间摩尼佛的时代啊 学多的外道 修的定功 很深呢 最深的 就是到达 第八个城市 但是没有到第九个城市 因此呢 释迦文医活 觉得不够满意啊 觉得没有啊 真正得到解脱 所以他自己样子 一个人在去修行 他参访了很多的老师啊 都没有一个得到啊 解脱的 真正的解脱 可是那些老师们 直接以为是得了解脱的 因此释迦文医活 当成佛之后呢 他就给禅定的层次啊 增加了一斤 叫地九 第九个城市 那么前面八个城市啊 就是叫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个是世界的定 然后呢 再加上呢 四啊 五十戒的定 那四种五十戒的定是 叫做呢 空无边处 室无边处 无处有处 以及呢 非想 非非想处 这 加起来 一共是八个等级 那么外道啊 也就是其他的宗教徒啊 有的可能呢 只能够修到 第四种层次 他们以为是得解脱了 但是高明的一些外道 能够修到啊 非想非非想处 在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呢 认为已经得大解脱 得大圆满 得大自在 可是从佛的智慧 来衡量 那么他们并没有得解脱 因此呢 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他发现呢 这还有一个城市 这叫做呢 迷受想定 也就是呢 八个世间的 共同的成定 之上 还有一个解脱定 解脱定的名称叫做呢 迷受想定 受是心理的功能 想 也是心理的现象 还有受有想的时候啊 并没有得解脱的 世间的禅定呢 在身 总还不能够离开受和想的 两种心理的现象 受是什么啊 受是苦 乐 忧 喜 舍 一共有五种受 苦 乐 忧 喜 舍 在世间的禅定呢 在世间的禅定呢 不会有苦受 不会有忧受 苦 乐 忧 喜 舍 五受啊 不会有苦 不会有忧虑的忧啊 不会有 但是呢 有乐受 有喜受 还有一种叫做舍受 乐 是啊 身体的机能的感受 叫做乐 喜啊 是心理的一种反应 叫做喜 在初前的定呢 在身体上感觉到乐 快乐 我们大家走路走远啊 很累 让你躺下来休息 你会好乐 好欢喜 好乐 不是不是喜 而是身体的乐 你会很饥渴 让你有东西吃 有饮料喝 你会觉得乐 你会觉得乐 还有呢 你觉得冷的时候啊 给你穿上温暖的衣服 你叫做乐 你觉得发烫 发热的时候啊 给你啊 冰淇淋吃 给你啊 这个 电风扇吹 现在叫什么 有 冷气房 给你去啊 给你去两块 你会觉得乐 这个乐 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身体反应来的 因此呢 五月 是乐 五月 让我们满读的 之后 叫做乐 五月是什么啊 五月呢 是 是 是 生 香 味 醋 这 是 生香 味醋啊 这都是啊 是 生香 味醋 这是啊 都是什么 都是 我们叫做五成 但是我们贪求这些东西的享受 而得满足的时候 叫做乐 叫做五月之乐 而喜呢 喜是心里面的欢喜 是 未必一定要有身体上的享受 未必要有五月的满足 是要精神上感觉到啊 愉快 感觉到啊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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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畅 这个 我们叫做喜 爽快 这不是身体的爽快 而是心里面爽快 比如说 人家给你赞叹 你 有一点 哎 那换喜的 人家给你一分荣誉 你 叫做慢欢喜的 喜 都是在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 一种啊 满足 诸位听到有位叫 乏习充满啊 有吗 乏习充满 禅悦为食 乏习充满 乏习就是听了伏法以后啊 生起欢喜心 听了伏法以后的欢喜心 从哪儿来 第一 观念转变 心急打开了 本来心中有千千急啊 非常的痛 哦 痛不是苦啊 苦是对喜乐而言的 心中有烦恼的急 不管是什么烦恼急 你听到伏法之后啊 得到了解决的路啊 有什么烦恼的 而头脑 观念呢 想通了 可以啊 不必 为那些事情 而困扰 这个你就叫做 法喜 所以喜 喜受 乐受 是 一个是 一个是身体的 一个是心理的 那么 想呢 一定是啊 新的 这个非常深的 这个想啊 出的想是思想的 思考的 思虑的 是 是用头脑去啊 做思辨的 这是粗浅的想 深一层的想啊 是 是 执着 我 我 现在已经得解脱了 我是得解脱了 我开悟了 我是开悟了 我已经呢 了生死了 我是了生死了 而对于了生死 对于解脱 对于开悟 对于一切的烦恼 暂时全部摆下 这是谁开悟了 是我 谁摆脱烦 是我 谁离开了困扰 是我 这个我 可以啊 小可以大 小 只是不考虑啊 子机之外的 宇宙万物 大呢 把宇宙万物啊 多 算是 我的 我的 全体 那么这种啊 入了这种定道 可能 已经到达了 内外是统一的 大小是统一的 没有内 没有外 而内外 都是自己 没有大 没有小 而大小啊 都是自己 这个是什么呢 这叫做想 这个想 是自我还在的 这个自我 不是身体的自我了 而是价值的自我 而是呢 是一种经验的自我 那么由这种自我的存在 这叫做想 现在这个地方呢 叫做密受想定 是真正的 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超越了生死的苦海 不仅仅是身体的五月之乐 已经解脱了 乃至于心理上面的 对于自我的肯定 也把它放下了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相当维系的 一种嘛 一种嘛 心理 的自我 也不存在了 那才叫做密受想定 所以这个 不是凡夫所能够体会到 一定要正到我罗罕果的人呢 才能够啊 知道密受想定 和密受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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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同 不容易了解 那我们呢 只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定 对境界和层次 我们要想体验的话呢 那就要好好修行 从我罗罕果 或者是呢 到了无学的位置去 那就是大圣的八地菩萨 七地以上的菩萨 现在九词地定 向诸位介绍了 九词地定懂了没有 不懂 不懂 你也可以啊 知道一下 这个 受想 密受想 的意思 懂吗 受是所以什么受 有几种 受有几种啊 受想 乐 忧 喜 舍 有些人认为 这解脱啊 实际上是 舍想 这个不苦 也不乐 不喜 也不 也不愁 究竟是算什么 叫做舍 像这种信心 有一些修行人认为是解脱 其实不是 这是谁受 还是在受的里边 还是一种我的层次 并没有得解脱 现在我们下面解释一个叫做无漏 的漏镜 漏镜呢 就是无漏的意思 漏镜一定是 啊 的 第九定 才能得漏镜 或者是 背定要的 第九定 而 能够开悟啊 能够 策悟 也了了生死的话呢 就能够漏镜 很多的人呢 都知道希望的神通 希望呢 有了神通呢 就好像问题都能解决了 其实 神通是害人的 不是救人的 我认识好多人呢 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神通 结果他们死了之后 都死的不是很好 台湾话讲 不得好死 包括在佛地之后 有大神通的一位比丘 叫做 什么人 目见连 一位比丘尼 你们猜猜看是谁 连华色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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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是大神通的 他们两个人呢 多死啊 非常啊 蛮悲惨的 连华色比丘尼 所以最后是被齐佛大多打死的 这个 摩连尺啊 被人的路障外盗打死的 所以有神通的人啊 显现神通 死的时候都死得不好 近代的 有一位老和尚啊 常常告诉人家 他有神通 他有神通 他死的时候也死得 并不舒服 我想不知一个老和尚啊 这两个老和尚啊 全部都死在美国 死在美国呢 这两个老和尚 都有神通 都用神通帮助人 很多人呢 就找他们去啊 要神通 但是他最后 他们两个人的缘起啊 都死得蛮痛苦的 当然呢 没有神通的人 也会死得蛮痛苦的 也有啊 那也表示 神通 帮助很多的人的忙啊 帮不了自己的忙 那是真的 因为因果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昨天呢 还有一位菩萨 还有一位菩萨 要求来见我 说她的一个女儿呢 被某一某某一位大师啊 一位老和尚啊 指明要她出家了 而这个女孩子就不敢不出家呀 因为 凡是 因为听说 凡是被这位老和尚指明出家的人 如果不出家 就不得好死 死得很惨 我说这样子老和尚都很可怕嘛 叫人家出家 人家不出家 你叫她不得好死 但是呢 他们的解释不是这样子 说这个老和尚有神通啊 所以看准呢 她要叫她出家 不出家呢 她会 她会死得很惨 如果出了家呢 这个灾难就过了 因此呢 她的父母想来见见我 问一问我 她的女儿是不是真的 不出家会死啊 会死得很惨啊 你们帮帮我的忙 我应该怎么回答她 至少我说我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这样做啊 我们这里出家里 我都没有说 你来出家 你不出家你会死得很惨 我没有这样子啊 我这地方没有这样子做 那表示我自己是没有神通 我看不到 那你那个女儿 那个被老和尚指定的要出家 不出家会死 死得很惨 你叫我来看 那是问道愈芒 你相信 那个老和尚讲的 你就让她女儿出家吧 你不相信 那你就把女儿请回来 你说我就偏偏不相信 不信邪 那你就把女儿带回来 她们说 她们说 又舍不得 那女儿就死得很惨 就是 有这种老和尚 我想啊 台湾这种老和尚还不少呗 这个 我想我也可以学习学习 所以你们这些人呢 不出家 你们死得会惨 像这种啊 妖言不住 玩神通 玩神奇 玩古怪 都不是正义 正义性的佛法 这个因为我没有神通 所以我讲这个话 但是呢 很多人也说我有神通 大家猜我有神通 我一再地否认我有神通 大家还在猜我有神通 但是 我想我 就是说我没有神通 那我少一点麻烦 否则 常常有的人 发生了事 就来叫找我了 这个神言师父 你替我看一看 会不会怎么样 比如说 那个老婆上说 某某女孩子啊 不出家会死得很惨 那如果到我这儿来 我来证明他 我说没有事了 你不出家可以 不死的了 那我对那个老婆上不起 那个老婆上怎么说 我不知道那个老婆上 一个神通是什么样的神通 也许他非常高明 真的看到了 那我本能够断人家 就是断定人家没有神通吧 我自己没有神通 我又不能断定人家没有神通 所以是呢 我还是乖乖的 我说我不会 这个漏镜的意思 并不等于有神通 我来告诉各位 学佛法 要烦恼啊 减少 减轻 烦恼啊 越来越少 到最后没有烦恼 这个叫做漏镜 漏的意思 是指的 把你的功德 都漏掉 你做一点功德 做一点好事 然后又做一点坏事 坏事 把你的好事相抵啊 你的功德就漏了 他说 佛是 佛是 佛慧 双修 悲至 圆满的人 圆满呢 他就是 从此以后不会再缺少了 俄罗汉呢 是烦恼 已经 应该修的 应该修的断烦恼的方法 全部已经修过 修完了 所以呢 叫做 所作一半 还有呢 不受后有 从此以后呢 不再 因为因果的 关系呢 而让自己去受 受苦 受灾难 而心中 不再有恐惧 不再 畏惧啊 苦难 是得大解脱 得大解脱的人 就是呢 不畏惧啊 所有一切的苦难 所有一切苦难 在他面前 不是苦难 就好像是说 有的人的 游泳的技术啊 非常的高明 在淡水里淹不死 在海水里淹不死 给他浸上个几天几夜 也是浸不死 这种人的水性呢 是非常高明 在任何天候下 在水里面 在海上面 他不会死不掉 这种人 就对于水 再也不会畏惧 再也不会恐惧 我 我们的研究所啊 我们中华科学研究所 有一个研究生 他 为了 这个 拼命赚钱 并不是我们不给他奖学金 我们给了他奖学金 在读书里是够用的 他希望多存一点钱呢 这个一边读书 一边孩子赚钱 这赚什么钱呢 就夏天的时候到海边 到游泳池边 做什么 做救生员 你们怎么知道啊 他做救生员 每天呢 骚得黑黑的 这个 有人问他 你会不会咽死啊 他说 我会哦 那你怎么做救生员 他说我比他们好一些 在游泳池里都大概不会咽死啊 在游泳池里都大概不会咽死啊 但是在海边呢 潜水里也不会咽死啊 这个救 大概是专门救一些 这个 小孩子啊 或者是呢 从来没有经过水的人 这个游泳池的水 也不会咽死到 到了末顶的程度啊 所以呢 他会救 但是呢 他也 在深海里边 深水里边 他也怕 那么这种人 不是叫做无惧 不是无恐惧 是有恐惧的 他是怕水的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无漏啊 就是 已经 所谓炼成了 金刚不坏 的心 不是金刚不坏的身 而是金刚不坏的心 很多人说 你要炼成一个金刚不坏的身 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子的人 是真的炼成的 符法呢 就是叫人家炼心 心 不受 烦恼 所困扰 不受啊 任何的警戒 所啊 诱惑 刺激 恐惧 误畏 所以 如果没有这种情形呢 这叫做漏镜 漏镜的意思 就是烦恼的 洞 已经全部补起来的 好像一条船呢 在海里边 它这个 究竟不会漏的 没有一个空隙 会让海水啊 进入他的船里边来的 这个叫做 没有漏 没有漏的船 而从此以后 这条船呢 永远不漏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船 那么 而夫法讲的漏镜呢 是从此以后啊 烦恼的任何的现象啊 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心 这个叫做漏镜 这样子可以听懂吗 漏 漏 房子会漏 船会漏 杯子会漏 碗会漏 都是因为破洞 破孔 有空隙的关系 如果把这些空隙全部补起来了 没有 能够啊 从外边漏进去的东西 也没有从里边能漏出去的东西 这个内外啊 会啊漏进漏出 这个叫做无漏 那我们心中 我刚才讲啊 夫的智慧不会漏掉 外边的烦恼警戒 不会影响他 这个叫做无漏 这点呢 我也再解释一下 昨天呢我收到 昨天是前天 前天 我收到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 外道的书 他 外道的一位先生呢 写了一本书啊 他送给我 他说法门有无量啊 他说法门有无量啊 不方啊 要学习学习 意思是说叫我学习外道 道 这个对的没错 外道也是道 这个旁门左道的旁门也是门 这个邪门算不算门啊 也是门 这个邪门旁门 这个小门 这个小门 道士门 这个 我也应该懂 所以我很感谢他 看了以后呢 他里面批评佛教 这个是呢 中国的外道啊 一厢这样子批评的 说他们呢 是信 命 双修的 而 我们不叫呢 修信 不修命 是这样子讲 他这个命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 我们的老命 这个老命就是我们的身体 性呢 是见性成佛 他们也相信 这本性 他说命也要修啊 修命可以成真 性命双修呢 可以啊 即生成佛了 就能够啊 真正成为仙人 成为真人呢 成为神人 就是在人的时候 就已经成仙了 这个都是啊 自欺欺人的话 福教讲啊 福教讲啊 人 没有一个不会死的 那一些外道啊 那些中国的 中国的外道啊 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活着 一直活下来的 那些外道的 老祖宗啊 也都死的光光的 我们的老祖宗死光了 他的老祖宗也死光了 我这样子的人 修信不修命 我会死 他们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 睡眠双修的人呢 也会死 他们不可能不死 我见到好多 睡眠双修的人 他们最多也能够活到 一个八十岁九十岁 我们福教徒之中啊 也有活到八十九十岁的 比如说 谁啊 英文老法是活到几岁了 九十岁了 他还没死呢 有一个外道啊 他是台湾的一个外道的祖师 他只有活到八十多岁也死掉了 他也就了不起啊 他只有八十多岁 因为习孕老和尚活到多少岁啊 一百二十岁 他也没有将性命双修啊 另外呢 性命双修一定是男女阴阳同修 如果阴阳不调和这个人 是啊 就是残缺不全的 怎么能够修得成功啊 阴阳不调 还能够修得成吗 修不成的 像那些修成的的人也死了 像我们这种阴阳不调的人啊 也能够活到九十岁啊 活到一百二十岁 这个话怎么说 正是他们真的眼睛说瞎话 自欺欺人 还在讲性命双修性命双修 一定要把射身 要重视于射身啊 来修啊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叫糟蹋我们的身体 没有啊 我们也这么讲 法身要借舍身修 我们也要保重我们的这个身体到 我们没有糟蹋我们的身体 我们出家人也是非常正常的在照顾自己身体的 也没有说 反正是这修心不修命 死掉了哨 找死找升天 找死找成佛 我没有这样子讲啊 所以是呢 那些外道呢 强识多理的 要讲啊 什么性命双修 而我们讲的无漏 讲的漏尽 是指的身体死了 以后 以及身体还没有死以前 就已经呢 没有烦恼 可以影响他们了 这个叫做漏尽 漏尽一定是小圣的称乌鲁汉 大圣呢 在七弟以上的菩萨 下面一个名词 叫做呢 多文 多文的意思是什么 请问诸位菩萨 你们呢 常常来听经的 常常来听经的 Hansen 你常常来听经的 现在听懂了吗 可以听懂吗 你看看 那个洋人都常常来多文的 你们真是 不常常来 真是很惭愧了 那位 那位汉胜博士啊 他常常来听 他并没有完全听懂 但是呢 多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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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听 这个叫做多文 多文的意思呢 是 多听文符法 自己看经 跟听文符法不大一样 听文符法 是通过那位啊 说法的人呢 对于符法的体验 对于符法的认识 对于符法的理解 对于符法的理解 而变成了呼声声的 一种啊 可以用的 我们修行指导的 道应和方法 就是听文 至于看佛书呢 那是凭自己的理解的程度啊 来看 看也有用啊 听跟看的功能不太一样 那么听也要听善知识的 听大善知识的 这个讲解佛法 那么一般的 讲经呢 这是 找了许多的参考书 一本一本地找 然后呢 讲的时候说 这一个名词呢 在什么地方讲啊 是什么意思咯 这个名词哦 在哪一部经典 哪一部论典里讲啊 是这样子讲啊 他是这个 叫做造本宣科 做许多的调查 然后呢 把他一样一样的介绍出来 其实对他自己的生命来讲 没有关系 有一些呢 讲经史的人 或者是讲经典的修者 诸解经典的修者 多半呢跟他的生命 都是配合在一起的 跟他的生命 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们能讲 讲的时候 是根据什么 根据资料来讲 这种有用 这种有用没有用 有用 从知识的修问的增长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呢 体验的生活的 没有太多的用处 但是要邀请诸位小心 有的人呢 他不根据任何经典 任何的这个论典呢 里面的说明解释 而根据他自己的 完全是他自己的 体验 经验 来解释附近 那有问题 也有问题啊 这两种都有问题啊 第一种还比较好一些 第二种危险性大 第一种我讲的是什么呢 是听的那些人呢 这个引经句点 咬文嚼字 排笔说明 读解 这些人的 讲的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直接没有 参加自己的东西进去 那还是论典里面的 经典里面的一些解释说明 那么在知识修文上面呢 你听了以后啊 可以啊 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我们的复修研究所 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我们的复修研究所上课 也是这样子上的 另外一种啊 他不参考 不用任何的经典论点的观点呢 而用他自己的体验 用他自己的想法 用他自己的神秘经验 来啊解释佛经 那可以是大问题 那是外道 那不是佛法 佛法一定呢 不能够违背经论的基本立场的 违背了经论的基本立场而来 在讲经说法 他一定说的是魔法 外道法 不是啊 讲的是佛法 虽然他可能也讲能源经 也讲文墓经 也讲金刚经 但是呢 他讲的不是副教的金刚经 精是副教的 但是讲出来的观念 不是副教的 是他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 我收到的那本书啊 那个外道的书 里边引用了能源经 引用了维墓经 引用了金刚经 也有引用了弹经 也有引用了心经 他都用 那引用了这些经文呢 但是讲的不是经典的内容 而是讲了他的外道的这个观念 所以是呢 听文佛法 也要有选择 选择大上司司所讲的 才啊 听文呢 说多文呢 讯息啊 对你有大帮助 否则的话 可能有一些问题发生 诸位 已经听到吗 现在讲经 你要多文的话 可能呢 有三种情况发生 第一种 是专门的知识修问的一种 第二种 你听到的是外道话 第三种 是真正听到的 对你实际上 这个生活 修行 都有用的 这一种三种 你们究竟要他听哪一种啊 第三种 那第一种能不能听啊 能听 第二种 要不要听啊 最好不听 如果你也有过这个程度 你就可以去听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程度 听听他们究竟在胡说八道怎么说 这也很好 这个多文的意思听懂了吧 那 多文呢 现在下面来讲圣国 圣国呢 大圣的圣国 是处地以上 是处地以上 叫做圣位 这个比较的处地以上的 叫做圣 所以说三贤是圣 三贤呢 这个 是 有一个 这是一个凡夫位 纯粹的凡夫位 那就是 施性位 要完成施性位以后呢 才是进入弦位的阶段 那我们 将圣国 一定啊 是 大圣的出地以上 小圣的 是啊 最高圣国是乌罗汉 那进入 出口窝 可以叫做 御流 也就是说 御入圣流 他可以呢 跟圣人呢 之流啊 不违背了 但是不完全是 满分的圣人 现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段再解释一下 我呢 佛高沃南 一期 世间一期 修行的人呢 修行的 这个学人呢 包括 大圣的小圣的 现前 虽然成就了 九次第定 成就了九次第定 还不能够漏进 也不能够称乌罗汉国 本来呢 到第九地啊 第九定啊 已经呢 漏进了 已经呢 正乌罗汉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 讲啊 是大圣的 菩萨 的路径 背定啊 的九次第定 背定就是路径 九次第定了 三国圣人 就能够增到 在小圣人 就能够增到 第九定 三国的 圣人 就能够增到 还没有进入乌罗汉国 我刚才讲的 我刚才讲的 漏进 是乌罗汉国 可是九次第定呢 这个三国就能够增到 第九 这个解脱定了 而 进入 第九次第定 它 不再来人间了 它就 注意啊 这个 这个 天上的 这个禅定之中 叫做 禁于天的禅定之中 不出定 不下 幽界 就自身了 自己将来 就能得 五罗汉国 成五罗汉国 所以 九次第定 第九定 这三国已经得到 还没增到 五罗汉国的 所以是呢 还没得入境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乌南尊者啊 当时 还只是三国 而没有到四国 这原因就是呢 有生死妄想 把生死妄想当成是我 当成是真实的我 那不管是粗的细的 不管是大的我 小的我 凡是有这种啊 妄想的 就不离生死 进入 进入 上到天上去了 虽然寿命比较差 可是呢 当他们的 当他们的 福报响尽呢 幼界天的福报响尽 还会死 那么到了 世界的禅定中啊 就四禅八定 世界的这个四禅 到了无世界的 四啊 这个无世界的禅定啊 虽然 虽然实践很久 但是当他们定地 退色的时候 还是啊 要 进入啊 生死的 这个境界 并没有 出离生死 了生死 虽然 因为进入 高的禅定 深的禅定的时候 认为自己已经得解脱 其实那也是虚妄的一种制作 同时最后两句话呢 就是 沃南呢 你虽然在我的弟子之中 这个说我的弟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沃南呢 虽然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中 是多文第一 也就是听佛法 是听得最多的 可是呢 因为 把妄想啊 当成真实 所以 还没有 证到 沃罗汉谷 这个地方的圣果 是指对沃罗汉谷 这沃南存在呢 是三果的圣人 还没证过沃罗汉谷 这是从 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 什么证过沃罗汉谷啊 什么七地八地的菩萨 对我们来讲 蛮遥远的 那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呢 是指的 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名词里边的 漏和不漏 请诸位呢 能够练习一下 我们虽然还是有漏啊 还是常常被漏掉啊 但是常常要补漏哦 你不要以为 反正是漏了 让它漏吧 我们在海上呢 发现了 船有漏洞 要不要补啊 要不要晒啊 要 要不然的话 这个船就进水了 到最后船就翻掉了 你发现呢 你自己 这个茶被漏了 要不要补啊 当然要补 不补啊 你的茶杯里的茶会漏掉 不但是茶漏掉了 而且呢 你也 把你茶杯里的水啊 到处都在 这个破坏 你生活的环境 所以有漏的人呢 是自害害人的 一定是这个样子 像我这个杯子 如果是有一个小小的洞 这个 并不是漏得那么快 但是有个小洞啊 装了水以后 装水不断的滴滴滴滴很漏 我这个杯子放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倒霉 放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 就会受到 这个杯子的影响啊 而 而麻烦 那我们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的 心里边呢 有烦恼的漏洞 一方面呢 会受到外边的人的影响 而让我们呢 自己这个心会啊 动摇 痛苦 增长 同时呢 自己呢 有烦恼的时候呢 也影响啊 外边的人 其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呢 也痛苦 烦恼 增长 那彼此之间 就生活在哪里啊 你一生在地 活在地狱里面 他 你是第17层 他是第18层 那都是在地狱里面去 因此 凡是 旨意觉得 有烦恼 那时候 你说啊 我有漏洞 我是一个有漏的杯子 然后呢 当外边的人 给你一些刺激 诱惑 你心里面产生矛盾 冲突 抗拒 和强烈的批评 和 对立的时候 你就心里想 啊 我这一条船 有了洞了 有了漏洞了 外边的这个 外边的海水啊 这个要转 都漏进我的船里面来了 这个 常常提高解决 你是一条 有漏洞的船 你是一只 有漏洞的杯子 希望啊 随时随地 来 怎么样 把那个漏洞晒起来 晒漏洞 五漏洞 晒漏洞 五漏洞 有的人说 漏洞又补又大 有的人是怎么讲啊 这漏洞又补又大 不补还好 又补又大 会吗 会不会啊 有的人会这样子 但是呢 就看你怎么补了啊 看你如何的技术来补 这个 你不补啊 那真是又来又大的 这个 你补它 总是会好一点 受的影响啊 大一点 你影响别人呢 也会小一些 你受到这个 外边的刺激啊 也会少一些 所以请诸位菩萨呢 能够啊 能够啊 把这个 有 什么 什么漏啊 漏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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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洞漏洞 从有漏的 补 补到最后啊 变成不漏 今天呢 我们讲到这里为止